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用户的管理 那么前面呢都是一些硬件的措施 那后面最主要还有一个用户的管理 一旦它做出来以后 可能是需要一些用户登录 从手机APP登录过来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管理操作等等 所以在这里边我会做一个用户的管理 首先我给大家规定好了 最多十个用户 这也是一些这种设备 类似的东西 它都有这么一些规定 最多有几个用户 它不像特务号一样 有那么多用户几切几万个 对于我们自动的加装预防系统 它是私人的 那么最多十来个用户就OK了 有的可能只有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我考虑到 我们这个系统可能会被好几个人连在一起 一个家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人 所以最多我给大家规定十个用户 然后将用户名和密码 我是要保存到的板子的Flash里边了 那这个我为什么不保持SD卡保存呢 这个SD卡被人家拔下了以后可以读出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那是不安全的 人要放到我们板子上这个Flash 然后对这个Flash呢 还有一些东西 整个这个系统非常的大 他用到了文件系统了等等一些东西啊 所以他的前32兆地址呢 已经被文件系统用了 然后呢 紧接着他还有三兆的地方 保存了一个字库啊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做出来以后 还写上汉字是吧 字库要保存 所以在十五的一兆以后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使用 这也是因为呢 你保存用户没有密码的时候 选地方要选对了 是吧 选错地方了 那你是保存不起来的 会整 使整个系统紊乱了 这是个前期的内容 要大家知道一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具体一些 整个这个用户管理有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个超级密钥 这个像路由器的那个管理员密码 要是吧 你要改路由器的配置呢 需要一个管理员密码才行了 那么我这个超级密钥呢 主要是用在登录的时候 不是 是注册的时候 因为我可以注册十个用户 而且呢 这个注册呢 是非常严格的 需要这个审核是吧 所以要添加一个超级密钥 注册用户的时候你可以用 那么这个超级密钥呢 我会默认给你规定一个 像所有的这个印象一样啊 他默认一个超级密钥是什么呢 admin 是这个货 这是我写进去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另外的超级密钥 一般我们默认的都是这个是吧 或者是四个零了五个零了这种东西 然后接下来第一个是注册用户是吧 拿到这个APP以后呢 要跟这个板子连在一起 第一步是注册一个新用户去登录 注册用户之后要记得发一个超级密钥啊 然后还有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呢APP会给我们发送这么一个支付串过来 那么其中的内幕 这个不是这么写的对吧 内幕可以是其他任何东西 可以叫张三李四王五招六是吧 PASS也自己规定的 那么K也是用户传过来的 他可能不知道密钥瞎写 也可能会写一个正确的密钥 最后一个字段是我们 这个转体的他的个数是吧 再有六个这是我们注册用户的时候 手机会给你发送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发送这么一个信息以后 你是必须要解析呢 那这里边又会回到我们的串口 这个解析数据这一块啊 打开串口的解析数据这一块 当然是串口二是吧 同样的接收数据的时候 首先呢826有自己的协议 加IPD 然后呢是客户端ID 数目最后是你的Data 所以呢我这里边提取出 我两个部分吧 第一步还是以加号开头的所有数据 然后第二步是以减号开头的 我们自定义的Data数据 然后对Data数据我们会做一个解析 UnionState是解析的过程 返回在哪个东西 注册是二 然后呢我们会 对它的注册过程呢 再做一个详细的判断 不是说你要注册就注册 什么用户名密码合不合格的 对吧 有的时候超速的这个范围 只能有十个用户 还有的时候呢是超级密钥不对 还有的时候注册用户名已经存在等等都是问题 所以注册过程也是需要做一个检测 对吧 有个返回值 有不同的返回值是不同的状态 然后我会将这个注册的状态 然后给你返回去啊 返回数据团 第一条是一个指令 第二条是我们返回的一个格式 那我给它返回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头然后呢是动作REG 接下来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结果 它注册可能成功可能失败 所以这个结果呢是用RES来表示的 因为是个字符 所以加了一个0啊 最后我们是一个字段更多4 然后不要忘了这个东西啊 我们永远发送最后呢是这个-r-r 这是一个注册过程 然后接下来什么修改密码啊 修改密码 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主要是看中的APP 它这个发送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保存用户名密码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 比较多 那前面这些操作可能是一些逻辑啊 那保存用户名密码 需要单独的一些硬件操作 这个又涉及到我们版的像这个 W25Q16是吧 有这么一个操作 如何保存 那这个呢 我会放到这个data里边啊 首先对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到位置 我们是有要求的 从哪个地址开始 Erabase 刚才说在15.1兆以后啊 所以这个地址是满足要求的 这是15兆是吧 15兆再加这么多 超出的15.1 而且没超出16啊 不能超出16兆 因为这个flash最大的地址是16兆 首先有个起始地址 然后是它保存的过程啊 我是这么保存 大家看 首先我保存的是用户的数量啊 占一个bit就OK了 因为我这里边最多是有10个用户是吧 所以对用户数量做一个保存 超出了个数就不允许注册了 然后接下来是密钥啊 密钥的长度和密钥本身 那我为什么会把长度也保存起来了 因为你要读密钥是吧 要和用户发过来的密钥做一个匹配 那么到底读多少个才生呢 所以我一开始把它的长度保存过来了 你要读这么一个长度 然后从这去把密钥读出来 那么密钥我们知道 它的长度呢 也就最多20多个 所以对于密钥的长度 最多20多个是吧 一个字节够了 剩下的9个字节 我保存密钥本身 通过第一个长度 我再来读取第二个 再往下呢 就是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用户名和密码呢 它的格式也是一样的 首先呢 是它的长度啊 有了长度以后 我们后面读用户名就好读了 是吧 所有的长度都是一个byte 然后用户名 密码都是9个byte 不管你站不站完啊 都要保存这么长 给你留足够的时间 那么后面所有的内容都差不多的 都是这样的 这是我这个flash里边 数据保存的一个格式啊 按照这种协议来保存的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很方便的去读取数据 或者保存数据 然后对这个数据 重处的过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有一个注册 是吧 注册有一个判断的过程 我就说这一个啊 首先呢 要判断这个用户塑料 对吧 number 大于9呢 就不行 不让注册 如果是小于9的话 可以注册 然后我们接下来读密钥 是吧 首先把长度读出来 然后密钥本身读的多少呢 是长度 然后对密钥做一个比较 如果不匹配 也不允许 如果密钥可以了 我们再读取 这个名字 判断这个名字 有没有从名 如果从名呢 也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上面这些错误都没有犯 接下来你就可以注册一个新用户 注册用户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保存用户的长度 还有用户面本身 密码的长度 密码本身 那我最主要这里面是这个地址 是吧 这个地址的计算 你当前是第几个用户 是吧 地址保存在哪 那么根据上边 我们这个规定好的协议去算吧 第一个用户是多少 第二个用户是多少 第三个是多少 这些地址呢 大家去自己算一下 第几个用户名 保存在哪个地址 那除了注册呢 我们下面还有其他的登录等等 这些呢 都是需要做一个判断的 登录的时候要比较这个用户名 是吧 还要比较这个密码 有没有这个用户 如果有这个用户密码 对不对 这是登录的一个思想啊 然后改密码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原始密码 对不对 是吧 然后新密码要保存起来 改密钥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这个用户管理系统啊 最终呢 除了数据的保存以后 其他的解析过程呢 还是填留在我们这个it.c 是吧 在我们的中段里边 在哪个case 做相应的事情就会给了 最终记得交付 我们这个结果返回给APP是吧 APP要知道你 到底我有没有做错成功 或者我改密码 有没有改对了 是吧 要返回我的结果 这是用户管理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 还有个出场设置啊 最后一步了 呃 当我们用的时候呢 也许会产生一些很麻烦的错误 是吧 需要恢复出场设置 或者有的时候用的用的 觉得不好使的 对吧 也要恢复出场设置 就要你的手机要 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也需要恢复出场设置啊 我一个默认的出场设置 在出场设置之后 首先 我们知道说东西 时间也会恢复的 手机恢复以后呢 出场设置也会恢复的是吧 2009年一般是 然后时候的用户被清空啊 那么用户怎么清空呢 要找到我们保存数据 这个data的c这块 有一个起始地址的 然后从起始地址这一块 从这个base这一块呢 要把所有的用户名都给插掉 是吧 你可以都写0 或者都写ff 都把它给插掉 然后超级妙 也要恢复啊 超级妙的 我们恢复成一个admin 也许会被用户自己改过 是吧 那我们要把自己恢复成一个admin 这是一个恢复出场设置 这个我们用这么一个函数 unit default 在unit default里边 首先我把这个地址都写0了 这个base这块都写0了 接下来我把这个k 重新给你写进去 这有个k default是吧 我们是写的是admin啊 大家看到这是admin 然后还有rtc rtc我要恢复默认的出场设置是吧 时间只有被语度说 下面这句话呢 没什么用 这是我测试用的啊 那么恢复阻挡设置呢 除了我们知道要做这么些事以外 它还要通过一个外部按钮来触发 是吧 那么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用一个按钮去触发阻挡设置 那么这个按钮不是按一下对吧 也应该是长按三秒或者五秒以后 才会恢复阻挡设置 这个也和我们这个 路由器这个设置是一样的 也恢复阻挡设置要长按那个按钮是吧 五秒或十秒以后来恢复 那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整个在你的这个界面里边去做恢复阻挡设置啊 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烟金屏来做的一个控制界面 你在那里边可以做一个恢复阻挡设置 这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稍微测试一下这个项目 到底什么效果 首先我来用APP来登录一下 这APP有点反应慢啊 这电脑问题 其实刚才大家看到它已经登录了啊 它是会自动登录的 那我再登录一次 再看到已登录是吧 登录完了以后 我来打开照明系统来控制一下 给大家打开摄像头一起看一下 大家看到是可以控制的 OK是吧 那么我们再来一下烟雾传感器 来给这个货拖点烟 大家看到我这里边有通知过来了 是吧 可以 烟雾报警 而且大家应该能听到我这里边会有报警的声音 是吧 有传感器也可以工作 然后这有红外呢 因为红外这个老是碰它会误操作 所以红外我就不测了 那么窗点是没有办法做的 是吧 我们没有布警电机 这个你自己可以加上去吧 我用布警电机来控制 还有空调 空调是用来显示温度湿度的 当然空调也不能控制 因为我们是用DHT11 来磨一个空调 所以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的控制 那么到了已经五六分钟以后呢 会对空调做一个数据的传送 那我暂停一下 大家看一下 待会会有个空调数据的传送过程 OK 大家看到呢 现在我这个空调的数据已经被更新过来了 是吧 温度是这么多 湿度是这么多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烟精品的镜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来控制这个灯泡 大家看到我这里边也是可以控制灯泡的 OK 那整体这个项目大体我是做出了一个模型 当然不可能一点一点的我都给你呃 从这讲出来是吧 因为这个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么我这里边可能会有些不完善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界面吧 首先对于界面的我只是搭出一个模型来 归类了一些经常借到东西 图标文本框按钮 那么对于一个详细的界面操作呢 我可能所有的界面我都做的一模一样 因为复制粘贴过来的 那么对于某个界面你应该自己去实现自己特殊的界面 是吧 这一点需要你自己做 当然硬件我都测了 然后 继电器和布禁电机这一块 大家可以自己加上这几个模块啊 去把它加上去 还有传输协议 那么传输协议这是我自己规定的 也许你会有更好的传输协议 保证你传输的数据 没有错误 而且接受过来呢 会能按照你的协议去解析这个数据 然后在整个系统集成这一块 我们首先对这个log 除了生成一个log以后呢 可能还有个log的擦除问题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恢复这档设置的时候 这个log也需要清除是吧 不能保留以前的log 这个也可以去清除的 还有用户管理这一块 我是最多十个用户 如果你有二十多个用户的话 可能你的存储方式跟我的不太一样 还有一点 我在这个用户登录的时候 没有记住它的登录状态 在我这个项目里边呢 可以同时一个用户 在多台手机一起登录的 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是吧 一个用户只能在一台手机登录 到另外一台手机登不上去的 会挤掉 所以这里边对用户的状态 你也应该做一个判断 如果已经登录了 它是不能再继续登录的是吧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项目 大家下去自己呢 还要继续的去优化 把它做到非常完美 争取做的是非常好看 而且界面也搭得非常的漂亮 那希望大家呢 很松立的完成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项目的这些项目的 就像我们来说 我们来看这个项目的 谢谢大家 这个项目的 还有什么项目的 我们来看这个项目的